年3月份以来广州佛山市公安局经济部门在工作当中发现 另外卖捷普税的公司和人人优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格白德365网站等等 私言利用网络平台来实施诈骗 你们的犯罪团伙借助爱心公益高科技生物产品等形式来进行组织 令到全销犯罪活动 受害的群众遍布全国各地和港澳台地区 涉案金额高达几十亿 经过初步调查 这个卖捷普瑞公司 总部置在新加坡 同时在马来西亚台湾等地都置有份公司 据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犯罪团伙在互联网上辞入公司 以销售苹果肝细胞和低罪态等所谓的生物高科技产品 这里我们看到就是部分高科技产品 这里还有简介 简介上面就显示这些高科技产品 高科技产品的功效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拉人头和收取油满费的方式来诈骗市主 它所谓的这个叫低聚态 低聚态的这个产品呢 它鼓吹是原产品是马来西亚的 它的这个用的那些原料呢都是国外的一些进口的一些原料 那么主要的目的主要的这个用途呢 小到可以这个防止脱发 什么这个提高人的免疫力 那么大到可以治愈这个癌症啊 3月下旬 佛山警方和多地警方联动 同时在广东以及辽宁 吉林 湖北等省 诈获220多名主要犯罪严厌人 据了解 今年广东警方开展巨峰5号专项收网行动中 已经成功摧毁 多个特大新型网络传销犯罪团货 谢谢大家